在新北永和有一間超級佛心的人氣小店 老闆阿廷師以前是擔任超過四屆總統的國宴主廚 達官貴人都是他的座商兵 但他退售之後開了一間不怕人吃的小吃店 最低只要八十元就有多達十多道配菜 讓你吃到飽 吃不完外帶還讓你裝好裝滿 一塊來看看這間客人說絕對不能讓他倒的店 走進台北永和這條小巷 不淺的樸實小店卻有種不放大魔力 來 帥哥美女裡面坐喔 把健康帶回家 這是在賣什麼 麵糕 麵糕 這是一人分嗎 對 一人分 這個吃得敢吃的料嗎 他們都是吃的料 這麼一大袋價錢百元有找 滿滿都是料的現煮養生糾片 份量不誇張就是一整鍋 用的是玉米雞高湯當湯底 放入大量高麗菜 南瓜蘿蔔等七八種 當地蔬菜 加入軟Q有精的手工鞦片 滿滿圓形食材的鮮甜 不需要味醋 差不多半顆的話 現在比較貴了 你又 把肉片 所以說買到就賺到 賺到健康 阿婷三一少少努力裝滿 如果是內用 每碗的料是煎到不能再煎 常常第一次上門的客人 都是被嚇到 所以下次來要吃桌片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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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碗喔 被嚇到的還有桌上這十多道 番茄炒蛋 青菜蘿蔔甜不辣 甜湯等配菜 通通可以吃到飽 最便宜只要八十元 老闆根本沒賺錢 這邊有花椰菜喔 要花椰菜來這邊吃沒關係喔 我再加 他每次那個菜夸吃完的時候 老闆都會把它鋪回來 然後就拍一開繼續吃 不會說吃很多菜 然後吃完就沒有了 那你們想說老闆要再吃 有 就常常聽到老闆會說他就是 大家開心他就開心 就是一個很佛心的老闆這樣 對 我怕他在我店家上說 我還想要吃久一點 真的經濟實惠啊 其實滿多有的是帶全家人來吃 就是帶小朋友啊 對啊 他就是幫助滿多人的 很感恩他 不怕人吃的佛心小店 憨厚的老闆阿婷塞 其實有個很厲害的頭銜 以前是五星級飯店的看板人物 更擔任超過四屆總統的國宴主廚 曾規總統還有神經典總統 還有重前衣人長還有黃金 達官貴仁以前是座上賓 退休後他洗精千華 覺得讓市井小民吃飽 吃健康人生更有意義 多三十塊你們兩個飯都可以吃 對啊 比較划算喔 加三十塊所有菜都可以吃 來 帥哥美女裡面坐喔 我正常帶回家 頭髮也怕耶 會減少耶 我大廁房這樣 我媽媽這樣 好久的人了 不好意思 他媽媽叫帥哥美女啊 剛剛走路剛好經過 然後老闆說進來之後就進來 給的大份比我的飯還多 我第一次就是吃到主食 比那個其他餐點還多的 我多給你 你就減少一點錢了 這樣子我能做啦 像現在我的年紀不是賺錢而已 該賺就賺了 該花花了 我能在這個有生之年回饋給大家 以前也是人家照顧啊 吃很多年了 所以就常常聽到老闆 在跟別人聊天啊 然後都會講到以前的事情 然後還有後來老闆可能就是 轉換新店 就覺得賺錢可能比較次要 然後比較主要是帶給大家 可以負擔 然後新生的食物這樣子 差不多十個 差不多兩個吃得完 阿明哥大概也是一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 我聽人家說打包 你要再幫他裝東西喔 對 那可以啊 沒錢裝行的小店 牆上張張簡單菜單 都是阿提塞拿手絲綁菜 會隨著世紀變化 讓客人嘗鮮 像是這碗比賽冠軍的牛肉麵 湯頭濃郁 牛肉大塊 還有這鍋產坑坑 貨氣十足的沙茶炒羊肉 順手捏來每一勺都噴香 這是正常的還是固定的 還是有些正常的 正常的都大份喔 一個禮拜大概就是 百五天左右 今天那麼久 也很少看到有人是 會把這邊吃到這個 老闆又收不了 很少 大部分都是客人 收不了 正常在這邊的自助餐的話 你隨便這樣夾 大概都快了兩百塊 那要便宜就是 把背吃到嗎 對... 我也很擔心老闆會搞定 另外客人最推的就是 知道必點的招牌飄香肉 把豬里漆切片 用胡椒紅麴下去醃 加點糖 點鮮 補果粉下去炸 吃起來比五花肉少的油膩 多了香酥滿嫩 人份算一算也有豬片 口感都很不錯 就是很酥酥脆脆的 然後又裡面的肉是 肉質的感覺很棒 就是鮮嫩多汁 白元出頭的私房菜 再加30元 同樣可以吃到飽了 吃一餐飽三頓 如果是外送便當 份量也是超驚人 所以就盡量裝 裝到爆炸 對 差不多啦 六七個 六七個啦 肉另外裝 對 我們大家喝了 都把他盡量能裝十下 盡量給他裝 就是大家能花少錢 家裡又有個溫飽 吃得又健康的 這是我開這個小店的目的 其實不怕人吃佛心爆量的美味 背後有著阿廷塞的人生領悟 頂著國宴主廚關懷下的他 曾經負債上議員 你說你以前最慘的時候 是怎樣慘 輸掉十幾棟房子 一天輸掉四棟房子 我來微波浴一下 勾益的阿廷塞 出生在榆林鄉下 十七歲 就來到台北打拼 這回就介紹 這個戲有的嘛 我們是整個孩子 他有口音很重 聽不懂他還是打敲過去 不留情 那個老師傅都會這樣子 有天分外價肯學 半年就破格身為廚師 一路當道主廚 但也因為年少得志錢賺得多 三十歲投資股票 產賠了十棟房子 父親一度還要賣掉主產 幫他還債 我還是堅持不要 我要自己 整個都真正 說你都生一個 壞家事 我家裡一直給我的壓力 所以說會想不開 剛好那一次太夢天了 水吧那邊看 還好阿平塞心戀一轉 天住自住 出現了兩位貴人 願意無償借錢給他周轉 等到還完債 人生已過半百 回想之前那段困苦煎熬的日子 讓他決定退休之後 要用他的廚藝加上佛心架 讓人斬霸 八年前他在台北車站租了小攤 開始佛系經營還上了新聞 阿老闆你這樣子這麼大一碗 不會虧本嗎 不會啦 我們基礎成多嘛 把最好的呈現給客人這樣 飯店廚師退休的六老闆 靠著澎湃的免費蛤蜊湯 也深深抓住客人的胃 後來住院的關係 不得已才搬到永和小巷 打著便宜價錢 吃到飽的道道現煮料理 吸引很多人的好奇 美女裡面坐 大桌可以並坐 看要什麼再告訴我 就有同學介紹我來 帶我來 我以為只是來吃吃飯吃麵而已 結果好像是吃到飽 一開始很多人以為是噱頭 長期相處下來 發現阿廷師真的是佛心來的 我是賺大家的流量 賺這個沒關係 我賺2塊 你一百塊我就賺 賺5塊3塊6塊 對嗎 結果多人來我就有了 醫師的天子是治療疾病 那廚師的天子就是治療飢餓 那他其實看過所謂 人間的疾骨這樣子 他有時候就越來越大碗 看人家肚子就越來越大碗 那久了之後就一種習慣了 所以就變這一家店的一個特色 但疫情過後 整個餐飲生態改變 上門的客人變少了 老客人依舊努力號召人來吃 大客人說大哥你怎麼了解 他說你不要 沒事 你不要那麼大碗 東西又很好 因為他很講究 他曾經就不只一次想說要收起來 因為曾經連房租都繳不出來 事後來房東也很好 又幫忙然後做一些減免 為了讓大家能夠繼續吃肉 大廷師他只好不請人幫忙 自己全包 要煮要收還要洗 再提醒我一下 忙起來都忘記了 不好意思 10 11 13 14 他只有一個人 然後真的是超 就是有時候 坐有來得及嗎 我在那邊看都幫他 幫他感覺感覺到焦慮 跟我們就來不及做飯 客人們多年體諒阿婷塞 只有一個人 畢竟他端出了美味佳餚 真的是值得等待 像這道花雕雞得先把麻油跟薑爆香 倒入米酒紹青酒下去燉煮 等到上桌再加入花雕酒下去 真的超級噴香好下飯 另外這道肉質超棒的神仙雞 用的是桂桑桑的玉米雞 一刀切下肉質瞬間流出 淋上特製的蔥醬 光看就讓人流口水 肉感真的吃下去是跟那種 這兩種 像這兩種 你咬下去那個肉感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有差別的 你看我做71年左右 這三年才過 我以前還有出馬會 三年那個流量夠了 現在流量不夠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雖然有時得倒貼 但阿婷塞生怕有困難的人 會撲空二爪 幾乎是跟超商一樣 全年無休 繁雜的備料工作 每天得從早開始 幸好住在三峽堂哥有田地 常常送有機蔬菜來 找人吃好了 問貨就實在 他說你不會這樣怎麼賺錢 他說我沒有賺身體用 他說我也先賺便 那菜沒給你拿錢 沒有拿錢...從來沒有拿 有的時候一禮拜 都拿好幾次 這個揉麵要揉到 跟麵糰一樣 一根的小店阿婷塞 就像顆陀螺 從白天一直轉到晚上 客人也都能體諒 環境上的小缺失 在他們心中都很清楚 吃的雖然不是 國宴的山珍海味 但阿婷塞用它最精湛的廚藝 把平凡食材 煮出不凡身價 現在這麼大包你看 剛才點的還吃不完 再補充 他說 等一下要給他也不一樣 260我380 要給他也不一樣 很快樂 好 聲音哥慢走 謝謝你 好 再見 再見 在採訪過程中 阿婷塞最常說的 就是謝謝兩次 老闆跟客人互相立體 讓一間充滿感恩的小店 繼續開張下去 好 明天拜拜 感謝你 感謝你 再見 再見 再見